在2024年NBA资争 Los Angeles Lakers选择 Bronnie James 亲友高声喝彩 穿着西装的Bronnie James 一脸震惊 泪水盈眶 无法相信自己首度禁军NBA 就将与父亲当队友 胡人队总经理以及总教练 致电祝贺NBA2024年选秀 洛杉矶胡人队 沾黄LaBron James之子Bronnie James 以第55顺位获选 Bronnie James也迫不及待 在IG分享喜悦 胡人队还抢投降留言 表示欢迎 同时也公布 Bronnie James 9号紫金战袍 外界最引颈期盼的 就是父子是否可能同台登场 沾黄与胡人的合约 虽然将在明年到期 但今年夏天就能选择 成为自由球员 加盟其他球队 胡人为了绑住 LaBron James不仅奉上三年 价值1.62亿美元 相当于台币53亿的新合约 外传Bronnie James 获选入队 也是胡人出自商业考量 被票房加持 如果他在我们队上的队 下个季节目搜索 NBA历史 可以成为 虽然网友纷纷制衣祝贺 但现年19岁的Bronnie James 先前因为心脏骤停 加上南加大 大一场均4.8分 2.8篮板 以及2.1助攻的成绩 并不算亮眼 不少酸民留言说 Bronnie James 是靠老爸的无敌光环 才能入选 尽管难甩争议 NBA选秀Bronnie James 却贫重选加入胡人 负责党核实 合体上阵 缔造历史新业 人事高度关注焦点 三连新闻 七条报导